來看代替教每年要公司法 代替的生涯工費是表示說 每年的上半年 代替有一千三百人會提供 雖然有新人 但是他們是很煩惱說 每年的過年 還是親密的交通會有影響 工費後有說 代替就應該要提出版權 跟人材留下來 代替教也表示說 他們有得打拚 每個禮拜也都會來開減投費 未來也會來增加部分的臨時的卡手 做一些技術性合計的工作 台鐵交進入共識法 他又有一千三百萬工 他有拿還是你拿 台鐵拿出六項人類磷酸提報 要跟條件措施來營營 不過台鐵三天再去調去記者說 這六項營營措施根本就不負財 台鐵局內部就存在這種差別待遇 司機拿三千 其他工種的員工拿兩千 那請問我們其他工種作何感想 我們要留嗎 我們當然走人啊 一月開始早卡的話最快也要到六月 才可以補入 這個現場的人力 那台鐵人力攸關運輸安全 請交通部跟台鐵局 儘速提出人力補充的計畫 台鐵三項標示 雖然台鐵局白前 政品部分工資金館 不過幫忙做不到 另外台鐵局所 既開的訓練斑變 會優先補助輸基點 關鍵人力 不過除非專門這位 如果沒有就算訓練得到白鐵 也要有另外的政教頂貼 讓台鐵要脫離輸出 改做政教制度 應該創作優因 才能夠起運完工報名進修 對政教寄到流宅頂貼幾次 台鐵局並沒有這麼難回應 我開始煩惱台鐵局 優利提人數會請多人 強調出現人材中斷 影響存債素溫 台鐵局是這樣說 所有同仁我們都全力的勸留未留 每週開檢討會 如果還有還有這樣一個人力的 一個地極性的缺口 我們也會透過營運人員的補充 把它做一個這個即時性的補充 高通部長翁國仔在記者在歡迎會議 台鐵已經有各種營運措施 比較明顯存債素溫無問題 應該不會受到公司懷影響 不過重點也是 愛情最好行車安全提升英文的結果 才能代替進入正向順款 記者綜合報道 臨著